说谎的撒旦与被囚的世界 撒旦在伊甸园里对夏娃说谎 所以就骗了亚当治理地的权柄 同样的撒旦扭曲神的话来试探耶稣 叫他从墊顶跳下去 耶稣如果听了他的话跳下去的话 那就是试探神 反而是犯罪了 所以耶稣说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 地的权柄落在撒旦的手中 所以他是世界的王 他治理这世界的方法就是 躲在背后用谎言欺骗人 世界就是他的囚牢 人类就是他的囚犯 这个囚牢的可怕 不仅在于当下人类没有自由 更重要的是 人类的结局就是灭亡 神是永恒的主 所以他给人类的不是永生 就是永恒的灭亡 决定这个结果的关键就是耶稣 只有神的儿子耶稣 无罪的代替有罪 才能够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类 从罪的刑罚中逃脱出来 被神赦免 撒旦的目的是要所有的人类 都跟他一起下地狱 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救人类 所以他派他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撒旦是说谎的 耶稣是真理 撒旦是邪恶的 耶稣是良善 撒旦是黑暗的 耶稣是光明 撒旦是虚假的 耶稣是真实的 撒旦带来的是毁灭 耶稣带来的是救赎 所以撒旦会竭尽所能的 让你不要相信耶稣 甚至他会假扮成耶稣的样式 声称他自己就是基督 这就是敌基督 就是假的基督 耶稣和他的门徒 好多次警告我们 在末世会有敌基督出现 现在就是时候了 所以要确认一个说法 是否是真理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耶稣来解释他们 他们是否承认 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 他们所说的耶稣 是否圣经中的耶稣 当然他们还有个伎俩 就是否认圣经 他们会否认现在六四六卷 圣经的权威性 他们会另外再加听 他们的东西 如果他们不承认 圣经中的耶稣的话 这就是谎言 不用听他 因为听了这些谎言的结果 就是灭亡 世界上的多神论 无神论 若是没有透过耶稣 结局都是一样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只有耶稣才能够 领我们到天父那里去 人如果没有到天父那里去 结局就是灭亡 耶稣说的这句话是真的 这世界是撒旦的囚牢 所以他布下天罗地网 来网助人类 人只有相信耶稣说的 抓住耶稣的手 才能够脱离这个天罗地网 耶稣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 进入天国 这天国不是未来才有的 新天新地 而是现在就有的神的国度 如果我们用心心的眼睛来看 就一定看得到这个国度 如果想要从这个天罗地网的囚牢 逃脱出来 就一定要抓住耶稣的手 否则撒旦太厉害 没有人能够识破他 看穿他的轨迹 从他手中逃脱的 一定要靠耶稣 真希望人能够逃出这个天罗地网的囚牢 进入神的国度 得到永生 将来在新天新地里 与天父耶稣圣灵同在 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